另外在台中市有一名男子在雾峰山区放置捕兽夹 意外捕到了一只保育类的台湾猕猴 那么这个男子就把已经死掉的猴子捡回家 火烤煮来吃 结果邻居报警 这名男子也因为违反了野生动物保护法被含送法办 男子在阳带上用喷枪火烤台湾猕猴去皮毛 传出阵阵的火烤味道 被邻居误以为是在杀狗 报警处理 警方上门后发现 62岁的葛姓男子 火烤的是保育类的台湾猕猴 这名男子是用烧水管用的喷灯 再烧台湾猕猴的那个毛 之后再带回去屋里做一个烹纸一个食用 62岁的葛天良是台湾族原住民 在台中市区从事板膜工作 他共乘上周日到雾峰的九九峰山区 设置捕兽夹要抓山猪 但却抓到了一只受困死亡的台湾猕猴 他请回家后汆烫烹煮料理 觉得味道太腥倒掉 但即使是主食死亡的保育动物 这样的行为已经触犯了野生动物保护法 农业局表示原住民传统文化中有上山打猎的习俗 但必须申请或限于节庆祭典期间 捕杀主食保育类的台湾猕猴是违法的行为 最高可除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一百万元以下的罚款 由于野生动物保护法队员住民有部分的特许 也可能获得减免刑责 但对一个月只赚一万多的葛姓男子来说 现在他最担心的是缴不出法金 记者黄秀莱世杰台中报道